這個鏡啊!怪怪的 主要是水這裡為什麼會斷掉 寫的斷斷的怪怪的喔 因為通常 其實我沒有看過他這樣寫 應該這麼說 我從來沒看過他 把這裡寫斷成這樣 斷會在上面三個斷 下面三個斷 但不會斷這樣子 這個斷法很怪 很奇怪 很奇怪要說三次為什麼咧 因為我不敢說他是假的 所以我只好說很奇怪 而且說了三次 哎呀算了 這世界上 偽作的東西多啊 多到我們根本無法辨別 喜公之以說的 寫的很好的 都是 偽作 今天講的是有道理 偽作會鼓努為力 把每個地方都寫得很好 但是如果是本人在寫 他會略帶瑕疵感 那個瑕疵感就是人啊 人該有的 往上長 再長一次 以前是旗子的意思 這個旗下面也怪怪的 為什麼會斷掉 為什麼會斷掉呢 是他硬的關係 怎麼怎麼這裡會斷一次 這裡這樣子寫也是不正常啊 兩個字 我就講了兩個不正常 看起來 你看就是某一種像型的 這裡倒是也是怪 有一定要把這個連的像行草書嗎 雖然我常說他寫字其實是有點像行草書的概念 但是有辦法要連那麼多嗎 我都覺得沒有需要 所以覺得他怪 這個總算沒有特別奇怪的地方 寫字一定要有速度感喔 尤其像這種鑽書 這種 無暢錯的鑽書 肯定是有速度感的 天牛的腳 兩隻天牛 畫圈圈 上寬下載的圈圈 往下拉長的 速畫 有點弧度的速畫 注意要領拉動喔 拉動是讓線條產生一種 流動的感覺 不要把它寫得太安定 上面比較寬 下面比較緊 寫個八 左邊右邊包覆起來 再一個八 這是有點斜斜的八 然後在中間有樹枝 可以把它串起來 從這邊右邊長到 左邊長到右邊 拉長 刷洞 我看這一篇 看了有點 很多地方都覺得怪怪的 不太舒服 像這個也是沒有必要 什麼叫沒有必要呢 就是說 左右跟背右邊 有必要把它連起來嗎 這沒有什麼必要 那事實上 左右左邊是右邊 右邊是右邊 然後這裡我也覺得它是寫得怪怪的 這邊也是怪怪的 這個沒有必要讓它黏住 我不曉得它為什麼要讓它黏住 這根本就沒必要 所以這一篇啊 其實我看起來都不是很舒服 然後 既然心中不舒服 就心裡有鬼啊 有鬼以後寫起來都覺得怪怪的 為什麼 感覺這裡應該可以再拉出來 上方下圓 上下進 伸開圓 拉長塊 刷洞它 抖 兩根柱子 兩根橫樑 略偏向 偏到下方的口 橫畫略低 直 反正我都覺得他怪怪的 就會從頭覺得他怪到到尾 從第一個字怪到最後一個字 這裡其實可以凸出去 為什麼不凸出去呢? 凸出去很正常啊 為什麼不凸出去呢? 這裡裝得比較緊,下面拉得比較開 下面拖拉得比較長 下面伸的比較多 還有這個 用來自動的滑爪 再用來自動的滑爪 然後再用來自動滑爪 ENTE